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可以了吧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其實對我來說時尚是一種藝術 那我以前就是做了一些造型 可能就是人家會幫我做的一些想法 那兩年前 剛出道的時候 然後在兩年前的時候 我自己就選擇 就是想要做回 比較屬於私底下的一些個性 私底下的個性 比較屬於中性一點點 然後可能就是從 自然性感態 對 自然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就是所有的老師非常的資深 而且我都有跟很多 這裡面的老師就是有合作 對 非常熟悉 我覺得他們的專業是非常棒的 這也證明了 其實在我們的學院當中找來 真的就是業界最一流最頂尖的這幾位老師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當藝人來說 我還是不停的在學習 而且我覺得就是每天都在 要學習怎麼把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或者是看到別人 比我更好的一些人 我會欣賞他們 然後從他們身上也學到 吸收一些就是新的東西 像我剛剛說的就是我一直都在學習 其實有時候我還是要留給專業的人去幫我做決定 因為藝人有時候有很多想法 像我自己就有很多想法 像我自己就有很多想法 每天去訪行的時候 我會拿來很多照片 然後就跟他們說 欸 我想要這個照片 對 但是呢 其實你 這是一種經驗 那每次拍完照的時候 可能隔天上報 你看到 不是你要的那種效果 對 所以其實你就會覺得 欸 我真的錯了 所以有時候我的髮型師 還有就是我的化妝老師們 我覺得就是我跟他們就成為很好的關係 然後像朋友一樣 對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現在就是跟我說 但是這個不是你會想像的那種效果 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也是每天還在學習 對 像有一次就是還蠻醜的 自己覺得好像那個裙子還蠻好看 但是燈光有時候就是在現場還蠻爆的 所以就出來就有一點痛 我看到的時候就傻眼了 對 甚至應該 對 還蠻常會發生這種還蠻醜的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他只是一種經驗 然後要學習 好 沒問題 我會請大家先來一張大合照 好 既然夠老一點喔 來 那個